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2号举行挂牌仪式 蔡英文总统特地出席致辞 她表示她对驻都中心的期许很高 驻都中心是政府实现居住正义最强壮的手臂 驻都中心的成立代表居住正义不是口号 而是现在进行事 总统指出让人民住得起也住得安心是执政的价值 为此政府大幅翻修住宅法 全力推动社会住宅 也完成租赁专法立法 推动包租贷管 她曾到包租贷管案例家中拜访 看着一个个住户因为社会住宅或是包租贷管计划 找到住的地方时 让她感到成就感 政府接下来则要加快脚步推动都根 目前已经在推动建筑物耐证评估 并搭配伪老重建条例 让危险老旧建户有简单快速的重建管道 而都根条例也列为立法院下会期优先法案 希望攸关住宅与都根的五大法案 能够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总统指出住都中心成立后 他要求尽速启动八大公办都根案 也要妥善经营2500户领口社会住宅 在公共设施与服务上做到最好 让领口社会住宅成为典范 住都中心今天成立之后 要立刻执行两个重大的任务 第一个就要优先推动八个公办都根的计划 将采用公开评选投资人的方式来招商 或者是自己担任实施者 那我要要求我们住都中心 务必尽速启动这八个计划 带动社会对都市更新的信心 总统说为了让中央政策可以对接 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建立专责单位 进一步补强人力 也期盼住都中心成为各种专业间的桥梁 解决过去无法用市场解决 但充满公益性的困难案件 内政部长徐国勇则强调 蔡总统亲自出席接牌 显示住都中心的重要性 住都中心责任重大 一定会如期如值完成八大公办都更案 也会如期如值完成八年二十万户 社会住宅的目标 杨广记者杨仁祥 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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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